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免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即日起也开始运行 中国专家组抵免10天以来 走访考察了当地医院 隔离点和实验室 并与缅甸医疗专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防疫学术交流 英国外相拉布5号表示 有证据显示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遭受了网络攻击 包括医疗保健系统 制药公司 以及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等 其目的涉及欺诈和情报窃取等 美国一名曾主管联邦机构 研发新冠疫苗的科学家 5号向特别检查官办公室提出申诉 他表示因为自己拒绝广泛 使用特朗普大力推广的抗虐级药物 抢入魁治疗新冠肺炎而被调离原职 他还表示 在世卫组织1月发出警告后 他要求防范新冠病毒扩散 但是特朗普政府拒绝联听 数据显示 美国的航空公司在疫情期间 每月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每个航班平均只有20到30人 美联航计划在10月份 削减三成的管理和行政岗位 英国维珍航空5日宣布 计划裁检超过3000名人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5日表示 美洲地区许多监狱内 有发生新冠疫情大规模传播的迹象 美国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的拘留所内 频频发生越狱和骚乱状况 联大人权专员呼吁各国 对监狱内的暴乱事件和伤亡进行彻查 抗疫战情图 我们来关注新冠肺炎的疫情人在持续当中 截至到今天中午12点 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目前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是超过了370万例 死亡病例也已经超过了25万 我们来关注美洲方面的消息 首先 美国单日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 继续是超过2万例 而纽约市的地铁 从6号开始每天凌晨1点到5点停运进行消毒 这是纽约地铁历史上首次的夜间停运 而南美洲巴西在过去24小时 一共出现了将近600例的死亡病例 这也是单日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天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则是宣布延长隔离令 一直要到5月25号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而在欧洲方面 英国的死亡病例是超过了3万2千名 而超过了意大利 成为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俄罗斯有超过了15万人受感染 而当中有将近1500人是现役军人 在亚洲方面 韩国5号是出现了新增两例病例 都是境外输入 而这也是自6号起 韩国正式转容到生活防疫期 泰国的第二大城市清迈新冠肺炎病例清零 而在印尼受到疫情影响 当局将原定在9月举行的区域首长选举延期到12月 或者是之后 中东方面 伊朗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破近了10万例 而黎巴嫩再次延长总动员令 一直到本月的24号 继续关闭机场和海陆边境 我们再来看国内的情况 黑龙江现存确诊病例最多 大部分都是境外输入 其次是陕西和内蒙古 中国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是84000多 离4600多人死亡 而在5号内地 一共是新增确诊病例两例 是在陕西的境外输入病例 当天也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此外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 当天没有转为确诊病例 目前内地现存有300多例的确诊病例 在港澳台方面 香港以及台湾 累计病例分别为1040例 以及438例 澳门维持45例 同性抗疫 我们来聚焦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在接受内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和美国在抗疫合作上 做了很多的事情 中方也愿意帮助美国人民渡过难关 他也指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压仓石 比如防控疫情 公共卫生安全的合作 今后也可以成为压仓石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已超过120万 7万多人死亡 确诊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球总数的 三分之一左右 而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一直在为美国防控疫情提供帮助 是否还会继续 崔天凯表示 中方一直主张中美两国之间 要加强抗疫合作 我们认为 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 世界任何地方 死亡人数往上走 我们都希望能够降下来 尽最大可能能挽救 每一条生命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中美两国在抗疫合作上 最近这几个星期 你讲的这53天 也做了很多事情 崔天凯说 美国采购和中方捐赠的医疗物资 现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量 现在已经有超过47亿只口罩 从中国来到美国 按人口平均 差不多每个美国人 可以分到15、6个中国来的口罩 中国很多省市团体 也给美国一些地方提供捐助 帮助美国人民度过难关 在谈到美国 欧洲都发现了更早的新冠病例时 崔天凯表示 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 不一定就是病毒来源的地方 关于病毒来源需要科学家去探索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所做的位置比较高 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智商情商也很高 这并不一定成正比 最早很多人以为可能 武汉就是最早发现病例 现在好像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欧洲都有更早的病例 现在在发现 关于这个病毒来源 现在也有很多各种说法 但是科学界普遍的看法是 这个病毒是自然界产生的 并不是从哪个实验室出来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相信事实 相信科学 当被问及一些来自美国的经济 惩罚中国 中国需赔偿的声音是否会变成行动时 崔天凯表示 这些都是很荒唐很无理的说法 当然我们要重视 不能让这种说法阻挠了中美关系 但是相信这些是不可能得逞的 崔天凯说 中美关系这么复杂这么重要 对全世界都利益攸关的关系 不可能只有经济这一块压舱石 中美关系的稳定锚要更多一点 这是现在要做的工作 也是现实的需要 比如防控疫情 公共卫生安全的合作 今后也可以称为压舱石 这是涉及人民关天的事情 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 余地还很大 崔天凯指出 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这是个很缺失的东西 这个如果没有其他压舱石 也很难压得住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这是两国关系根本的东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在5号表示 新冠病毒并非人造 也不太可能是故意泄露 同时美国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病毒来源 米利5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新冠病毒的来源 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指出 有证据显示 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pulsバイ左卦将王国务卿 离理智同确定 条件是显示颈的 原理的征据 闸图語 之下орт肯定了 证据 血柯 阿欺 美国国立研究院过敏与传染研究所所长福奇 4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也再次驳斥了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来源的阴谋论 福奇指出 如果观察蝙蝠携带的病毒进化 以及现在的情况 科学证据非常强烈的倾向于 新冠病毒并非人工或者是故意操纵而成 福奇认为 既然病毒来自于野外 那么关于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 就不攻自破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深圳报道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丽 5号受访时表示 世卫正了解中国也正在开展一系列 针对新冠病毒动物来源的研究 并且强调 世卫相信中国的研究能力 他又指出 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源自于自然界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丽 在访问中表示 今年2月 世卫与中国共同确定了 关于新冠病毒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知识领域 包括病毒的动物来源问题 中国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对于将来预防类似传染病的爆发 至关重要 高丽表示 截至目前 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 并非人为操纵或合成 他指出 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在研究 这个病毒的基因组特征 并发现了证据 否定这个病毒来自实验室 高丽指出 世卫愿意应中国政府邀请 参与新冠病毒动物来源的研究 针对一些国家质疑中国隐瞒疫情实情 高丽表示 从1月3号起 世卫同中国就疫情的严重程度 传播动力学 持续性人际传播的可能 临床病程和治疗效果等问题 持续进行技术沟通 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 向国际社会进行了详尽通报 高利又积极评价 中方为研发新冠肺炎疫苗 以及相关疗法所做出的努力 以及中国通过双多边渠道 为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提供疫情防控专业技术 诊断工具与设备等方面支持 当前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 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反重 高利表示 世卫将继续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与中国密切合作 并与中国一道 推进包括儿童常规疫苗接种 慢性疾病照护在内的 其他重要健康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对于有报道 此初法国去年12月就出现了 新冠肺炎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5号要回应 表示这并不令人意外 而且可能还会发现更多早期的病例 世卫组织同时也敦促其他的国家 检查去年的可疑肺炎病例记录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 在5号的简报会上表示 法国去年12月就出现 新冠肺炎病例的报道 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的了解 新冠肺炎的潜在传播 世卫组织敦促其他国家 检查去年的未明来源肺炎病例记录 这将使世界对疫情的爆发 有更清晰的全新认识 路透社援引专家的话表示 这些重要信息有助于评估 新冠疫情到底是在何时何地出现 据法国媒体此前报道 巴黎附近两家医院的 危重症科室负责人科昂教授 三号在电视节目上表示 他负责的医院对去年12月 到今年1月期间 出现肺炎症状病人的核酸样本 重新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发现其中一名去年12月27号 住院的42岁男子 检测结果呈阳性 根据他的说法 法国境内出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间 将提前进一个月 凤凰医师综合报道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各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政策指引 和信息发布 今天的抗疫公告排环节 我们来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的消息 香港行政会议通过延长限聚令 和餐饮业管制措施 一直到5月21号 但决定放宽部分的限制 在餐饮方面 餐厅的每一张餐桌 最多可以做四人的规定 将会放宽至每张桌子 有八人 其他未知不变 而早前因为防疫而关闭的七类场所 包括游戏机中心 健身中心 美容院 电影院 麻将中心等等 从5月8号起可恢复营业 但仍然需要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 而酒吧 5月8号起也同样恢复营业 但要遵守严格的人数限制 也不可以有音乐表演 至于卡拉OK 浴室 夜店 还有夜总会等 由于风险较高 仍然会继续关闭 限聚令方面 禁止多于四人以上的群组公众地方聚集的规律 会放宽到八人 5月8号起正式生效 此外 特区政府决定 从5月27号开始分阶段复课 而最早复课的是中学三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 其次是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二年级 将会在6月8号复课 而最后是幼儿园三年级到小学三年级 6月15号复课 而幼儿园二年级以下的学生 本学年将不再复课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再来关注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国务院港澳办在官方网页回应 香港再度出现黑豹势力的事件 港澳办强调 黑豹一日不出 香港一日不宁 而中央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 肆意颠狂 发言人指出 香港经济深度衰退 除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最大的祸患 来自公然叫嚣的实时揽炒和黑豹势力 而形容黑豹和蓝炒 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 是一国两制的大敌 发言人表示 中央对于维护香港特区的限制秩序 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 敦促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和人士 必须用实际行动 依法履职 止暴治乱 发言人又表示 坚持以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是香港光明未来的唯一所在 中央有足够的诚意和信心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 不会变 不动摇 而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和梁振英牵头成立了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梁振英在接受凤凰卫视节目专访时 也表示 香港社会在于修理风波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之下 陷入困局 成立大联盟就是为了团结 不同的行业领域 以及年龄阶层的人士 一步步地化解困局 不排除未来 共同发起人的名单 还会不断扩大 有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5月5号正式成立 梁振英在接受凤凰卫视华文大直播专访时表示 大联盟的成立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 香港面对修理风波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 需要再出发 成立大联盟则是达至再出发 这个共同目标的方法和平台 民调显示很清楚 有80.4%的受访者 对香港未来社会发展感到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确实有在出发 这个需要 然后是大联盟 大联盟我们希望团结 人数比较多的 属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各个年龄阶层 各个社会阶层的香港就在一起 及时广益 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香港在出发大联盟 目前有1545名共同发起人 来自不同的行业 不同领域 梁振英透露 在筹备阶段 受邀人士的反应已非常踊跃 不排除未来还会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 绝大部分受到我们邀请的朋友 都愿意参加贡献他们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些朋友 他自发举手说 我也想参加 但是因为我们一定名单 也已经花了些时间 所以不在这个名单上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完全不排除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有第二批第三批 不断的有新的成员参加 大联盟的工作重点方向 包括支持配合及协调防疫抗疫工作 提振经济 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培训机会等等 梁振英说 不能奢望所有问题能在很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但可以一步一步走 只要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 他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凤凰卫视问银赛报道 香港话题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 做评论分析 杜先生您好 杜先生您好 杜先生您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这次云集了像政商学界的各界的精英人士 或者是标杆性的人士 作为一个总的发起人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哪里 这个意义在于香港所面对的问题比较多 那么现在确实缺少一个 就是在社会当中能够发挥有影响力的 能够团结各行各业的人士 能够在香港能够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达到以正压协的目的 这首先是第一个 这就是跟去年香港的社会动荡 有直接关系 它必须有一些股市 有正义的力量出现 那么过去是缺少这个的 它可以弥补现在香港 比如政府 所以没有办法发挥这些作用 第二个就是在当前 就是经济状况很差 而且将来很有可能 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士 其中就有很多在商界 或者在企业 在其他各界都有影响力 他们都可以自己做出更多的一些贡献 特别是现在香港的基层社会 年轻人面对的就业问题 可能会比如生活困难 像类似这些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 就是说做些实际的帮助的工作 这以便让这样一个团体 或者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拥有更多的人的支持 都参与到当中 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它是为香港大多数人 谋福祉的一个组织 这个吸引力就在这个 第三个当然就是在香港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团体 政治力量 正义的力量 去维持它的稳定 那么现在是需要它 将来依然还是需要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组织 或者这个平台是应运而生 好 谢谢杜萍生的评论和分析 其实对于香港 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 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目前已经变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下行的压力 所以在接下来真的是希望香港 能够重新出发 确保香港经济能有一个稳步 和向前的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也是在5号表示 将会向全香港的市民 派发可重用60次的同心部口罩 而口罩将会由香港纺织 以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 内地制造 会在2018年获得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这六层的功能都有少少不同的 它外面这一层 就是一个是有针织在外面 疏织在里面 然后笔织布在里面 所以是很多不同的物料组织 做在一起的 外面那层针织布 就是有氧化铜做出来的一块布 它是氧化铜和加棉做出来的 技术上面是比较难的 也都罕有的 但是这个外层的好处 就是可以阻止飞没 也都是可以处理一些 比较大的飞没 在用的时候的 香港市民可以在 5月6号的早上7点开始 在网上登记 当局会在两星期之内 经邮政局送货上门 登记时间为期一个月 而部分没有能够 在网上登记的市民 则可以选择是在网上登记 时间结束之后 直接到邮政局领取口罩 至于不在香港的港人 可以在下周三起在网上登记 但需要提供本地的派送地址 香港投机政府派发的 同心抗疫口罩 一旦用错方法清洗 防疫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清洗 才能够让口罩重复使用60次 首先要做到就是用过的口罩 每日清洗 用肥皂以及冷水单独手洗 只需要在水中轻轻地搅动和按压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用干毛巾把口罩上的水分硬干 然后晾干即可 而清洗时不需要取出过滤层 切勿使用热水 漂白剂 衣物柔顺剂 或者是含有荧光剂等等的洗衣液 也不要拧干熨烫 或者是使用干衣机烘干口罩 以免影响其功能 此外 不要同时清洗多个同心口罩 同时也不要和其他的衣物混合清洗 避免造成交叉感染 新手抗疫 你我同心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 全港1545位社会人士 担任共同发起人的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在5号正式成立 当天还推出了主题曲MV再出发 节目最后 我们一块去欣赏一下 我是婉君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小级红气更新鲜 在最初同行 以后更应同行 年初冲也是没有变 今方低分走 从创新真识卿练结 从前共还手 现在应继续同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